Google的语音输入其实蛮早就有了 你要让Google把文字念出来 你到Google翻译的网站这边 那你就直接把你要讲的字 其实你身边有一个发音 大家好 那就可以直接念 就可以直接念 当然这边是有翻译功能 所以你可以打一些英文翻中文 或中文翻英文 它有万国语言 所以如果你要学别的东西 同学 一样可以 所以这边很方便做学习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有Google的帐号 你登录之后 你在云端硬碟里面去开 新增 去新增一个文件档 就是Word Google云端硬碟的Word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里面会有一个新功能 叫做语音输入 所以你以后要做 要写报告 要写论文 上课要做教材 用讲的就好 不要那么辛苦 那因为 这边工具 这里有个语音输入 你把它打开 那跟以往的语音输入很不同的 就是以往的那个 如果你用微软以前的语音输入 微软以前就有提供语音输入 在这边语音辨识 但是你要先跟它对练 你要先念它的文章给它听 然后要念差不多半个小时 然后出来那个准确率其实也不高 就有一种基同压讲的感觉了 那这个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技术 那一直到前几年 Google因为有大数据的关系 它网路搜寻跟大数据 所以它的资料布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它讲的话就会很准确 所以你在这里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所讲的话 全部就会在这个里面跑出来 那至于你将来要放在wall的里面 你就把它贴过去 或者是你要做教材 那你讲的越快 反正你的网路很顺的话 它会修正你的文字 你不要讲单字 单字因为同音字太多了 但是你讲词或者是讲句子 它的准确率会非常的高 所以你讲的话越快 输入的速度就会越快 当然跟网路顺不顺有关系 那你会发现 哇你现在还要学输入法 很不太需要了 对不对 这个这么厉害 然后准确率又这么高 如果你现在才读硕士班 应该会很高兴 以前读就很辛苦 打得要死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还没念出的 赶快去念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要写教材比赛的 现在也可以写 这个打字不会再很痛苦了 这样 所以这个是语音 语音部分的功能 这个给各位做参考一下 好切换回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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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切 好切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 语音 语音 好像可以 但是 跟发音 有关系 我们的 台湾人的发音 可能没有那么标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辨识得那么标准 像几个啊 我的英文不好了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来给各位试试看